就架在他的前方 那前方這裡 有時候你喇叭音場向前 你假設表演者在後面的話 有時候假設又有爵士鼓的那個鼓一打的話 旁邊的人會聽不到自己的音樂 所以他怎麼辦 他只有把音量在扭大才能夠聽得到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只要做一個相對位置的調整 把這個喇叭把它從前面拉到後面 而且假設是兩顆喇叭 假設他就是用交叉打的方式 喇叭的方向就是交叉打 交叉打的方式就是 Amplified Point 通過Busk B 然後到Consumer 就是消費者觀眾 A B C 然後D就是這個喇叭跟藝人的距離 是場地的那個開闊與狭展 或者是說臨近有沒有藝人 然後我們把這個距離 喇叭跟藝人的距離把它鎖近 因為你把喇叭只要一近 他太大聲就會回首 就會叮就回首 所以他就得關小聲 那事實上很多的表演者就是 為什麼他太大聲 就是因為他喇叭放的位置不對 放到他前面甚至放到他旁邊 那這樣的話 他要聽到自己樂器的聲音 或是說其他夥伴的聲音的話 就不容易 所以如果只要把這個稍微做個調整 我講的A B C 然後這個D A B C D守則 把它規範好 我相信 投訴的案件一定會降低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另外還有 就是現在我們是吃的 就是所有的藝人都有症 就有場地了 但是怎麼樣去杜絕一些其他的 可能會 因為畢竟這個演員量非常大 因為你這個吃東西嘛 所以也有人是 可能混水摸魚啊 就混進來啊 就可能會搞到這個人 裝亂差 就這一塊再有沒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 怎麼治理這一塊 這塊當然第一個 我先講 在台灣的話 就是他所有 街頭藝人表演 假設是經過官方公告的地點 他們那些地點 大多數會有一些 我們那邊叫做保全 保全人員 這邊可能叫公安吧 還是 還是保安 保安人員 對對對 對 就是可能透過這些人員 協助去機場 那當然我們的一個規定就是 你有持綱的 持綱上港的這些 持綱上港的人 你要把症狀出示出來 你表演 不管是掛在胸前 或是擺在你 你表演的明顯處 掛出來 那這些 我們講保安就可以很明顯的判別 你是有症 你是沒症 沒症 過去 請問你有症狀嗎 如果沒有症狀 那這個地方 是我們這個 去政府啊 我不知道就是 其政府規定 持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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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要到別的地方去 可能就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呃 我們在台北市政府 他還曾經做一個動作 台北市政府 當時在推這個街頭一人 持綱 持綱 上港的時候 他還特別 召集他所有的警察同仁 來開說明文 就是由他們的 由我們台北市文化群 邀約所有的 台北市各個區域 分批 分批來上課 然後跟他們講說 這街頭一人 是我們目前官方的這個 打力推打的政策 你們警察同仁 要給他們 給予協助 給予保護 不是要保護 而不是像以前 還要管 不是 是請警察同仁來保護這些一人 如果有人騷擾 或是說像有些 沒有症狀來這邊附近來 你們要協助排除 這是官方可以做到的事情 另外 比如說現在 因為我們才 實證上的 還沒到半年 我想問一下 老師 你在台灣 成事這個行業 多少時間 已經進入15年了 因為14年了 對 比如說我們有症的 年齡呢 如果 症狀的年齡 其實在台灣 大部分的年紀 年紀的話 其實我們 一般是規定在16歲 到 到 900歲 那 比如說什麼時候開始 台灣就有這個 一個 一個 就是 我 其實 2002年的時候 是由我 我協會先推 當初在台灣是 政府還沒有 然後是由我協會 先 率先 推辦 示範 我當時在台灣的台北 台中 高雄 三個地方 我先辦給官方看 是我 我自己出錢辦的 我辦了三場嘉年華 然後 我是發函 當初是由我們這個 協會 發函邀請官方來觀摩 觀摩之後 我就跟他們說明說 這個街頭藝人很棒 而且在歐美 比較先進的 國家觀光區都看得到 所以是這樣子的 推動之下 然後官方才接受 他就把我這套模式 學去 所以現在台灣整個 街頭藝人的 包括考試模式 整個這套模式 是我建立的 那我轉移給官方的 那其實我們 深圳來說 非常年輕 半歲都不到 對 您覺得我們剛剛說過好的地方 比如說現在這個狀態 有沒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需要帶感進的地方 我必須要說 因為我昨天晚上來 坦白講 我很誠實地講 我還沒有真的很仔細去看 這我很坦白地講 但是最起碼你看 才幾個月 然後我覺得 這個演藝聯盟 他們就願意這樣子 把我從台灣邀請 來跟大家分享 我就光從這一點 我覺得 演藝聯盟他們 演藝協會 做得非常棒 像這個 在台灣 是隔了好幾年 我一直跟官方建議 那當時只有我民間在做 因為我是每年 我的協會 我是台灣街頭藝人發展協會 我每年會給我的藝人上課 然後當時我一直 建議官方要做 因為差別在哪裡 就我自己做 我要自己花錢 官方做 那我推了好幾年之後 官方才做 那像這次 就我說 這是好像有演藝協會這邊 他們來策劃的 官方也有給這個協助 光這一點我覺得 就值得大大的讚 那你覺得我們下一步 應該往每個方向去發展 下一步 如果 以我在台灣發展的 這已經算十五年的經驗 我會 我先位於窮謀再講 因為這個東西 以後未來 藝人 人數會越來越多 因為隨著一年一年 假設我們有一年一年 人會越來越多 那表演地點就會越來越擁擠 所以這個部分 有幾個方向可以做 第一個 就是 成立一個 街頭藝術中心 第一個 可以訓練專業的評審 因為坦白說 有很多受邀來的評審 自己連街頭藝術中心 他要做什麼 可以訓練專業的評審 因為坦白說 有很多受邀來的評審 自己連街頭藝術中心 不會針對出來的藝人 有可能評審的評審 這是一個 然後包括許多 像我會談到的管理方面的問題 就包括像我剛剛提的 ABCD守則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要透過建立制度 然後去要求規範這些藝人 那這些制度的建立 是不是也能夠透過這個藝術中心 結合我們在地的可能 我們台灣叫什麼 產官學界 甚至法界 來嚴禮這些 比較適合現況的法規規定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透過這個街頭藝術中心 來做 那同時像剛剛比方提到 像類似這種每年的一個演習 包括像教大家怎麼做造型 簡單的造型 或是說怎麼佈置你的展演區 這些東西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讓藝人來提升 那都可以透過這個藝術中心來做 那事實上其實另外一個觀念 其實街頭藝術 裝置藝術也是街頭藝術的一種 對不對 有些呈現在街闊 街角或是公園裡面的很多那種 藝術雕塑 那些東西有沒有跟這個區域吻合 甚至要去做怎麼樣的規劃 這個東西也都可以在這個街頭藝術中心裡面 去做統籌的規劃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覺得 就我台灣十幾年的經驗 我是會覺得未來 甚至可以朝這方面 因為我已經退了十幾年了 我覺得這個是要做的 然後我現在先建議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 隨著人口越來越多 就街頭藝術 領政的人口越來越多 那表演地點就會越來越搶手 那未來還可以做一個什麼動作 可以做一個就是 表演場地跟藝術的分級管理 分級管理 簡單講就是說 假設我們福田區這個市民廣場 就是我們整個深圳福田區的所謂最夯的地方 最牛的地方 那我們當然要讓最牛的藝人在這個地方出現 不要讓可能屬於二線三線的藝人進到這裡 我現在推展是可能五年十年後會有的情景 因為我已經推了十五年 就是說隨著人越來越多 每年當然一直會有新的人也來靠 然後新的人可能會領到正 那領到正之後我們怎麼樣這樣 呈現在這個城市的一個藝術是最頂尖的 甚至是這個地方是很多觀光客 很多可能台灣人士會來看到的 那我們當然希望最牛逼的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分級的管理 那在分級的管理這部分的話就 花花聯藝的這個藝術中心就可以辦分級的考試 這是我在台灣的經驗給大家參考 好的謝謝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